各位前嫌大家好 又来到了孝经讲座的时间 今天是第三讲 我们介绍树仁章 三财章 孝智章这三章 树仁章 章旨 这一章是孔子专对一般平民而说的 平民百姓是国家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员 书经说 名为邦本 本故邦宁 庶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这个根本故好 国家才会安宁 这为五孝当中的莫章 天子诸侯 清代夫 世道树仁 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 谨生节用 以养父母 此树仁之孝也 大家想一想 平民百姓大家在士农工商各行各业 各有各自的一个家庭 也都在这个天生地养当中 天生地养的意思是 我们在这个天地当中 我们要依循着这个天地的一个理序 比如说 以农夫来讲 春耕夏云 秋收东藏 入书而坐 日落而习 这个就是依着天的这个事实的运行 天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理序 来配合着 白天人们工作 晚上人们休息 然后大地 我们几乎所有的吃的用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大地的这种供给 所以为什么感恩天地呢 为什么古人四天如父 四地如母呢 因为就是天生地养 没有天地 天的高明 地的承载 天赋地载 我们人的生命如何能够呈现呢 所以要用天之道分地之力 这个大地你看山川草木 种种的生物 动质矿物 这都是大地供给 给我们的这种利益 那对于依照这个天时的运行 在工作 在生活 能够跟大地索取这么多的资源 你看万物 大地的生养 生长 然后人获得了所需 生活的所需 却也不能浪费 仅身节用 已养父母 大家在这个天地当中 自然的一个资源的取用当中 要有一种仅就是要 要谨慎地去节用它 而不是浪费它 这个在谨慎节用当中 我们才能够有一种宽裕 如果浪费 我们就会有匮乏 在仅身节用当中才有一个用度的余裕 能够养父母亲 这个就是平民百姓的孝 说起来我们从天子到诸侯 到清代夫到氏 这个都是有尚未治理的这样的一个 治理者的一个角色 在这个治理的角色当中 这种的行为各方面就要对众人负责 因为所做的一切产生了一种影响 有一种上行下效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一个责任 随着位置越高责任越重 位高则为 最高的就是天子 在对天子的这种言行举止 可以说就要做出一种高道德的表率出来 然后一层一层下来 到了基层平民百姓的时候 那好像就不用对太多人负责了 只要对这个家人 对自己生命负责 我们可以体会到 真的叫聪明才智 地位高的 好像他负的责任就大 但是聪明才智没有那么高 负的责任没有那么大 那相对的他要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以平民百姓对父母的孝养 也是应该的 然后谨慎节用 能够持好一个自己的家人 照顾好 这是应该的 这是树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自于树人 孝无忠实而患不及者 为之有也 所以上次天子 以自于树民百姓 这个孝 我们说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死也 到立身行到阳明后 是遗显父母孝之中也 孝死于四亲 忠于四君 忠于立身 这样子由内而外的 一以贯之 由内而外的 由近极远的 由始到终的 而患不及者为之有也 那这是从国家的领导人 到平民百姓 都是一样这个礼 这个礼就是从 死于四君 四亲 再来忠于四君 再来忠于立身 就是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死也 一直到立身行到 阳明后世已显父母 这个孝的忠实 无忠实 可以说 这样的一个极致是无限的 把这个孝的推展 到最后好像是无忠实 从开始的身体法夫 到立身行到 这里好像达到一种无穷无尽 怎样才算是一个终极 可以说立身行到就达到了一种 无可限量 不可限远 天子至于素人都一样 而换不及者 为之有也 我们始终如一的这样的进行 说做不到的 换不及者为之有也 其实这份心大家都可以做到 这让后学想到孟子所讲的 辖泰山与超北海 我们说我们做不到 辖泰山与超北海 确实做不到 但是为一个长辈 折一个树枝给他做拐杖 说我做不到 那这就不是做不到 是你不想做 是你不想做 行效也一样 我们说我做不到 不是你做不到 是你不想做 你如果想做 这个不是辖泰山与超北海 这个是为长者择之一样 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说我们换不及 为之有也 这个天经地义 可以说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有这份心愿意 树人利用天时的变化 四时的运转 节气的变迁 又按照地市的高低 环境的不同 地理的差别 去耕种 去工作 去做生意 以天时配合地利 心情工作终于收成 自可丰衣足食 这里面包含了市农工商 但是中国自古以农利国 特别在农夫的工作 的确是更明显 春耕 夏云 才能有 秋收冬长 这就是配合天时地利 但是我们如果 市农工商各行各业 也一样包括上山 这个采集 这个山中的资源 包括去渔猎 也都要看天气 也要配合这个天气的状况 环境的情况 这都是天时地利 那自然大家心情的工作 自然都能够养育一家 照顾好自己这种生活 还要谨慎小心 不奢侈 不浪费 总是要节用 诚心诚意来赡养父母 大家都 父母所养育长大 大家也不忘父母恩 能够父母年老了 能够有所照应 每一家都有为人子女 对于父母的校养 这是人人的责任 所以这是平民百姓的孝道 讲的就是比较单纯的 它好像就没有涉及到一个 治理的这个部分的责任 它的责任就好好照顾好 自己的家庭 好好照应好父母的校养 上至天子下至百姓 人人皆是父母所生 孝顺父母 这是无始无终的 时时刻刻 处处都应行孝 我们回顾一下 从天子的行孝 诸侯的行孝 到清代夫 到世的行孝 他们的行孝就是立身行道 在他所数位而行的本分上 他尽好他的本分 他认清好他的本分 把自己的职责负担起来 然后在这个治国理政上面 尽好这个责任 其实也就是一种立身行道 你看 从上到下 大家死于世亲 对于父母 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所生的 每一个人都不要忘父母恩 然后随着他的影响力 大家也要把这份德行彰显 能够显清扬明 不管做什么 好就是荣耀的父母 做得不好就是让父母蒙羞 所以这个处处时时刻刻 都关联到行孝 行孝就是在行道 若说我想行孝道 但忧虑我力量做不到 怕我没有办法行教 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量力而为 再来就是臣夫有一份心 自然就发出这个行 而无始无终 只是我们的体悟到哪里 自然会把这个孝道行到哪里 这是述人章 再来第七章是三财章 三财指的天地人三财 这一章是因为曾子 他就赞美孝道的广大 所以孝子更进一步给他说明 孝道的本源就是取法于天地 立为政教 以教化四人 故以明章 列为五孝之次 五孝指的就是 自天子诸侯 清代夫士到庶人 下来这个五孝之后 就讲到三财章 曾子听完了 孝子介绍的这五种孝道 就很赞叹 圣哉 孝之大也 原来这个孝道 这么样的博大今生 孝子在跟他确认说 福孝天之今也 地之义也 明之行也 天经地义明行 天地人 天之经 就是天的一种经常之理 就是一种天理 地之义 义就是正当性 所当行 地之义也 也就是一种地理 明之行也 就是人所当行 也就是一种 人所应寻的正道 也就是人道 就是人的所应行的伦理 所以天理地理伦理 这是贯穿下来的 这个孝道贯穿天地人 天地之经 而明是责之 对于天理来讲 人民百姓要 依天理而行 依天地的这种常道 常理而行 明是责之 就是依寻天地的真理 依寻天地的法则 法天则地 则天之明 则也就是效法 效法天的高明 因地之力 依寻着这个地之力 地之力就是这种地理 以顺天下 顺天地的这个理 才能够顺天下 让天下和顺 是以取教不述而成 因为法天则地 道法自然 引领大家启发天性的 这一份良善 那这样的教化 就达到一种自然无为 其教不述而成 他不是刻意用一种严肃 但是自然让人 起一种敬而依寻 其正不言而至 这样的一个正式管理众人的事 这样的一个带领 他不是靠言行俊法 但是却启发了人的良善 自然的去遵守 而达到治理的一个结果 就是安邦定国的结果 先王建教之可以化名也 先王之道 古圣贤看到了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孝道 理解到这样的孝道的提倡 可以去感化人民 事故先之以博爱 所以首先就做出一种广博的爱心 就是先王他率先的把这一份的博爱表现出来 先王表现这种爱富人民 亲亲人民人民爱物 这份爱首先对父母 再来对众人 再来对万物 那这个爱就是很广博 从亲爱到仁爱到博爱 率先表现出这种博爱的作为 这种风范 而名莫宜其亲 这样上行下效的结果 就人民百姓就也不会一气双亲 因为上面先王再上位 他做出了一种敬亲爱亲 人民爱物的这种不爱的表现 给老百姓看到其额效法 所以古圣王可以说是坐之君坐之师 他既是一个领导人 同时也是一种垂范 一种师长的一种教化的一种引领 所以上行下效 人民也不会去一气双亲 也就也都会去行孝 爱亲父母 爱敬父母亲 成之以得意 成就是表现出得行 意理 这种道风得范的体型出来 有这一份的光明 有这一份的道意 得意 那明心行 上行下效 上位先王再上位 有这样的一个德行 这样的一个道意的 道风得范的体现 人民百姓就跟着 孝法学期 心行 就是心 就是一种 大家很兴盛的 大家很踊跃的 去把这种得意之行 也推行出来 先知以敬让 上位则表现这一份恭敬礼让 那上行下效 人民百姓也会相互恭敬礼让 而不会产生一种 争执争夺 导致以礼乐 上位则 至礼作乐当中 礼有一种循规道取 有一种礼的规范言情 乐有一种抒发 一刚一柔 礼是比较刚正 乐是柔和 就像在佛堂里 大家学习佛归礼节 有它严格的一面 但是大家也唱上善歌 有轻松的一面 导致以礼乐 以这样的一个刚柔 并济阴阳调和 带来的人民百姓 也是有阴阳的调和 大家彼此的相处 就非常的和睦 这就是因势利导 事之以好恶 事之以好恶就是引领 让大家能够明辨善恶 明辨善恶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该做 那么老百姓就知道 哪一些地方不要做 知尽 这是违反的规定 也对不起良心 这是恶行 我们不要去触犯 这样民风 就会归于一个纯善美好 诗云赫赫诗隐 明具耳瞻 诗经里面提到 这一位引太师 他有这么美好的一种风范 道德风范 崇高的一个德行 引领的百姓 治理的百姓 带动着人民 明具耳瞻 人民在仰望 人民在孝学 这也就是一种上位者 有修道陪德 这一份的道风得范 引领下来的一道同风 一种上下和睦 好 我们再探讨 曾子听完空子 讲完五种孝道以后 不经常有一种叹息 自己原来所认知的孝道 是比较局限的 只考虑到对父母亲好 没有想到孝道的博大精深 是贯穿到一切的 然后上至天子 下至百姓 原来每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每一个不同社会的责任 他把他的角色扮演好 他把他的工作职责 数位游行的尽好 原来这都是孝道 那真的是包罗万象 太宝贵了 太伟大了 孝子也继续 我们可以说孝子在引领 曾子在明白这个孝道的博大精深之后 他的感悟 他的赞叹 孝子可以理解他已经深入了 他明白了 孝子继续在跟他演绎 跟他深入的说明 各位前后学看到的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寻寻善诱 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 从孝子跟曾子的对话 这一问一答当中 也要体会到背后的那一份的用心 那一份的寻寻善诱 对我们在自学 在接引别人 成全别人 这些都很有帮助 这是一种用心 一种态度 一种智慧 古圣贤曾经说过 论起孝道乃是天地不变的真理 就是先王 我们可以说就是古圣贤 说这个孝道是天经地义 天地不变的真理 上天有好胜之德为人 而人有侧隐之心也是人 天的好生之德是不变的 这是天德 而孝道也是地之义 地有公顺之情 我们看到这个大地 它的承载 它人苦人辱 这个表现在一种敦厚 一种德行 天是高明的 地薄厚当中有一种公顺的 以养育万物 我们看看大地承载万物 养育万物 这是地义 地的德 地的道 地的德 孝道也是人民该实行的 永远不变的德行 在这里这是三财章 我们人就是头顶着天 脚立着地 看看天 看看天的恩德 天所视线的一个自然的规律 看看地 看看地的恩德 地所视线的一种 承载的一种公顺的德行 我们也学天的高明 学地的薄厚 学天的这样的一个高明 无为 天地的一种无为的供应 无求的供给 学这样的一份的广博的一种德行 孝天法地 天地有如此经常不变的真理存在 就是孝道 是为民者应该孝法实行的 孝法天的光明正大 大公无私的德行 一地是地理之不同 而取其利 来利益天下众生 因此利用孝道来教化百姓 人人欢喜 顺着这样的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 来启发人的这一份孝心 推展这个孝道 这个孝道 也就是贯穿的天地之道 而能够以孝道教化百姓 会引领大家一种欢喜奉行 在教育方面 无需严肃的管训就能成功 这就是一种天地自然无为的力量 在政治方面 也不需要言行俊法 就能够管理的完善 各位前面在这边 我们看到的英式力道 顺着这个天地的道理来推行 好像得到天地的一个 自然的力量的一个加持 就会很容易的引领到一个 一种顺自然之理而行 就会有一种顺道则仓的 一个容易推展 那么如果违背自然天地的规律 就会逆道而亡的一种困难重重 所以顺天地之理来推行 就启发人的自觉 这个孝心的启发 就是能够合乎天地之理 这时候的一个启发 一方面大家有一种 内心的安乐 发喜 每一个人在行孝的当中 他是出于良心的启发 他会做得很自然 做得很欢喜甘愿 他不是做给谁看的 他不是要配合谁演出的 他是自然地流入他的孝心 后学相信 大家在行孝道的过程当中 后学相信这是一种快乐 哪怕有一些辛苦 但是服事的双心 你会觉得这是一件你打从内心想做的事情 因为良心召唤你 你觉得做这个事情你良心很安稳 你不做这个事情你内心很不安 你在做一件良心很安稳的事情 人人都愿意做 你做了你会快乐 如果大家没有启发这样的一个良心 知道说这个对天地的一个道理的一贯 我们好像是勉强的 我们不是真正心悦臣服的 这个做起来就会很累 当是你那个孝心启发出来 你依着良心的指引 自然愿意去行孝的时候 哪怕再辛苦你都不会真的不会累 身体也许有一些累 但你的心是平安的是喜乐的 先王看到以孝道来教化百姓 感化百姓是最有效的 这个叫治国要道 当每一个人唤醒他的孝心 每一个人用他的这一份的行孝的心 来做人处事 那就是立身行道了 那你说这个人还需要谁来管他呢 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来到道场 一看到道场大家 每一位同修大家都自律自新 大家都懂得自我反省自我修正 有的前嫌人就会很赞叹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来修道的话 那就不用警察 那也不要有军队 大家都会管理好自己 就是这种道理 治国要道 启发人那一份孝心 也就唤醒大家的天良 那他自动自发的 是依他的天理良心去行道 去行孝就是去行道 去行道就是行孝 立身行道孝之忠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就会管理好自己 不用谁来管 而先王看到 这就是治国要道 这个民用和睦 就是能够启发这个孝道 来教化百姓 大家能够自我管理好自己 所以先王先以身作则 但是要引导大家 不是用嘴巴去讲 这需要你引导的人你做出来 这叫做体型身教 当用言教的时候 是苍白没有力量的 大家没有看到一个依循的表率 但是当大家看到一种典范的时候 你话不必多了 大家有样学样 尤其在上位带领的人 他起的示范作用 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先王他知道了这个道理 孝道来教化百姓 感化百姓是最有效的 这是治国要道 但是这不是靠口 靠宣传的 不是靠嘴巴去讲的 这是靠上位者 领导的人去以身作则表现出来 所以怎么表现呢 先师博爱之心 对待父母亲 以亲爱 把这份爱推广了 对待人民 以仁爱 甚至对待万物与博爱 把这一份的爱推广出来 就会有一种感受 百姓看到了 感受到了 就感动了 那么也会回头来 我自己对我的爸妈妈怎么样 看到先王做得这么好 我们起的惭愧心 我也要对我爸爸妈妈好 大家都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就没有人遗忘了遗弃的爸爸妈妈 这样子人人都能够爱其亲 就产生了上行下效的影响了 这是先王的德欲 道德教育 做国君的率先恭敬礼让 民众见了 自然本着敬让而不相争了 你看看 从先王 王天下 就等于国家最高领导人 再来国君 诸侯国 再来清大夫 再来世人 到来百姓 那么这一层一层的下来 它都会起到一道同风的贯穿的贯通的影响 先王的德欲 做国君的 也率先恭敬礼让 那么老百姓看在眼里 我们领导都这样的恭敬人 我也不能够怠慢人 这样的礼让 我也不能跟人家这样争执 大家看了有样学样 本着这个礼敬 谦让的态度 人与人之间就和谐了 不会争夺 不会争执 所以这是上位的一个体型 身教影响下来 用礼乐来指导百姓 人人皆能相亲相爱 礼乐就是一种调和 阴阳的调和 大家和乐一家人 这是先王行道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刚柔并济阴阳调和 那在引领大家认识 有一种明辨 是非善恶的一种明辨 然后能够去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什么该做的 善道正道该做的 什么不该做的 这个邪道恶道不该做的 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明辨是非善恶 人人能够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 而为善去恶 自然就不会就是之所尽止 坏事不做 好事能做 就是依着这个理 依着法则 如理如法 来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命就达到 一种改恶向善 一种趋吉必凶 《诗经小雅篇》里面提到的 周朝的尹太师 真是一位德效纯全的人 他无骄傲 无私心 德高望重 威名赫赫 百姓幸福 人人瞻仰 那么何况一位有道明君 如果能够以孝道来治天下 教化天下 更加能受到百姓的敬仰了 各位今天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 上行下孝的一道同风 而关键呢 这个治国要道就是孝道 以孝道的推行 这个推行不是靠宣传 这个亏行不是靠说空话 这个推行就是靠 上位推行带领的人呢 就是做到 你在推行的 你要百姓做的 你自己做到了 那么做到了 上行下孝一道同风 自然安邦定国 好 我们再来介绍一章 就是孝志章第八 这一章是说天子诸侯代夫 都是属于带领者 治理者 若能用孝道来治理天下国家 天下是天子在治理 国是诸侯在治理 家是代夫在治理 所以天下国家 是包含了三个层次 天下国跟家 那便能得到人民的欢心 以教道来治理 就得到百姓的欢心 这叫顺天应人 顺和天理 以应民心 能得到人民的欢心 这才是孝志的本意 也就是不敢恶于人 不敢恶于人的实在表现 那这样达到一种治理的 一个安邦定国的一种美好 孝志章 子曰 这又是讲到的过去圣明的帝王 姚顺宇汤文武周公 过去这些圣明的帝王 他们以孝来治理天下 不敢恶于人 不敢对别人不恭敬 不敢以小国之臣 大家想一想 新王治理天下 有万国来朝 万邦来朝 那么好像他很高位 权势很大 但是他恭敬所有人 他不敢遗漏小国之臣 小国之臣什么意思 万国来朝当中 有的并不是大国 是小国 我们一般人的心 心有大小眼 看到大国 敬他三分 看到小国 瞧不起他 何况是小国的臣民 小国的臣子 我们更加瞧不起 一般人的心 就会有大小眼 但是以圣明的帝王 那一份的德性 以孝治天下的结果 就是不敢恶于人 不敢慢于人 他好像最高位 但是他理尽所有的人 各位先生可以看到 这是越大要越小 越大要越小 在道场所讲的 明理的要包容不明理的 这个越高越大 我们的心要越低 越恭敬所有的人 那么圣明帝王在孝治天下当中 那不是空话 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来指挥去 不是喔 他是恭敬所有的人 不敢对所有人不好喔 那么小国之臣 照理以天下的共主 以这个王来看 普天下莫非王土 普天之民莫非王民 照理他好像是权位很高 但是其实他恭敬所有的人 他爱护所有的人 他不敢怠慢 不敢对所有人不好 哪怕是一个小国之臣 他都恭敬都关怀没有遗漏喔 那何况呢 是这个其他诸侯啊 恭侯博子男啊 这是诸侯啊 那连小国之臣 明王都不会遗漏忽略他 何况是这些诸侯 当大家被君王所 被这个先王所重视恭敬 大家可以想象结果就是 大家也会恭敬先王 更加的恭敬 这就是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当我们在上位高高在上 对下面瞧不起欺负霸凌 结果下面就恨你 上下就离心 当上位者就是这样的恭敬爱护 疼惜 那下位者就是会很恭敬回来 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以爱出以爱凡 以敬出以敬凡 所以就会得到四海的归心 故得万国之欢心 以四其先王 这样的结果就是 得众人之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 那得人心就是这一份的恭敬 这一份的爱护 那么大家也就这样来恭敬 侍奉先王 这边讲的就是 王在治天下 不敢以孝治天下 不敢怠慢别人 恭敬一切 那治国呢 治国的是诸侯 也不敢武于观寡 或许在这边有夸福 有介绍说 什么叫观寡孤独 少儿无妇者叫做孤儿 老儿无子者叫做独 孤独老人 老儿无妻者为之观 观夫 老儿无妇者为之寡妇 观寡孤独可以说就是 社会当中的一种弱势的族群 那么对于弱势的族群 常常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但一个社会如果是有温馨 有爱心 会照顾 特别的照顾 关怀这些弱势的族群 那一个治国者 总在这个国家之内 有一些观寡孤独费极的这些弱势族群 治国者高在上位 他不敢武于观寡 对于这些弱势族群的可怜的百姓 他不会对他们欺悟 他也会照顾 连对观寡都有这一份的爱惜 不会欺悟他们 何况对于其他的世人百姓 因为爱敬大家 所以得到百姓的欢心 以敬以示其先君 各位前我们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上行下效 王治理天下 以孝治天下 就能够爱敬人民 那么治国者的诸侯 有先王的榜样 来效法学习 那么对待观寡也不会武慢 何况对于世民都有一种爱敬 所以就会得到百姓的欢心 来示其君 这样上下就是同心同德 再来自家者 自家的灵的头人 就是大夫 大夫在自家 他也不敢思于臣妾 你看臣有妻妾 妾是正事 妾是偏房 那么对于臣的这个妾 都不会私礼 何况于他的正事跟儿子 孩子也都会重视 会恭敬 所以就会得到人的欢心 来示其亲 这样上下叫做上行下效 上下一道同风 这样就有一种同心同德 我们看到了一个道理就是说 上下要一心 这不是呼口号可以呼出来的 上下要一心就是你用的良心 用良心其实就是行 就是用孝治天下 这个孝本身已经是立身行道 那立身行道所做出来的就是一种天心的呈现 天经地义 人所当行 这样的一种呈现 就是会带来的一种同心同德 因为大家用的是天良 用的是良心 所以做出来叫德行 能够凝聚同心而同德 这是这样的一个体型身教 所呈现出来的 而不是呼口号呼来的 这讲到先王 就是古代的圣明帝王 是如何来以孝治天下的 我们已经明白了 他就是他立身行道 就是他身体立行当中 起的一个榜样示范的作用 从天下到诸侯国到家 大家上下同心同德的结果 达到了怎样 生则亲安之 我们人生在世能够安父母亲 记则鬼想之 那么我们说生事之以理 能够让父母亲安心 那父母过世了 藏之以理 记之以理 记则鬼想之 人死就叫做鬼 那么过世的人 也能够受到子孙的 圣宗追远的祭祀 这样还有一种感念祖先的得责 事实如是生的这样来祭拜 那这个无形当中 有形无形都达到了一种 很平安 有一种大家都很达到了一种心安理得 不会说让亡者心不安 让亡者还感受到一种安 这个安来自于 子孙没有忘怀祖先的得责 经常还是祭祀供养 是以天下和平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和 和为贵 至终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份和就来自于内心的宗正 这个由孝德的推行 孝道的推行 达到一种上下的和平 天下的和平 天下和平的结果 灾厄远离 和气能够自祥 为什么会有灾害 这个背后的气就是利气 不是和气 是一种凶险的气息 赶遭灾结 一种和平的气息 就带来平安 祸乱不作 不会有一种人祸 这种暴乱 不会发生 因为和嘛 和气化解的这一切灾害跟祸乱 故名王以孝至天下也如此 我们读到这里会有一种向王 会有一种方向 人应该这么做 人应该来行孝 行孝就能够积德 行孝就是行道 在行道当中带来的 就是用德行的一种积累 然后会带来个人生命 家庭的家运 国家的国运 乃至于天下的世运 都带来一个美好的影响 诗云有觉德行 四国顺之 这是一种觉醒的德行 有觉醒的德行 带来四方 四国就是四方 得平安顺利 一种顺之 来 我们再进一步探讨 孔子说 往昔的有道明君 用孝道来治理天下 用博爱 用敬让的心来 普思于世人 推广他的爱静之心 甚至到了附庸小国的臣子 连小国的臣子 也不敢遗忘 没有怠慢他们 连小国的臣子 都不遗忘不怠慢 何况对于 公侯博子男五绝 的诸侯各国的君王 也会受到尊重 也不会遗忘 不会失礼 因此感动各国的君王 心悦诚服 各位先生 这就是一种 出乎而者反乎而者 我们常常有时候爱静 我们看得到注意到的 我们会表现爱与静 但是会不会忽略一些 我们不够用心看到的 有一些不显眼的 像小国之臣 可能很多人就 没有看在眼里 但是一个有道的明君 他没有遗漏 这让后学想到 我们许多的前辈大德 他们对于一些 看起来不显眼的 一些我们所谓的 新道卿小道卿 特别的关爱 因为他们的爱心 灌及到一切 他没有遗漏任何人 这也特别令人感动 就是都能够注意到细微 尊今亲上 人人如此 王爷自然会兴旺 当这样带领下来 就是一种有道德风范 这个孝治天下的结果 上下同心 色祭会自然久远 宗庙自然安稳 从此各国的国王 也欢喜的来恭敬 这个先王 欢喜祭祀明王的先王 先王的祭祀成名 表达这一份敬意 追思先王的德政 感恩不忘 这是天子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治国的诸侯 上次天子 再来诸侯 治国的诸侯 见了天子这样恭敬待人 也会受了感动 他们也会表现这一份恭敬 来对待国人 连这个弱势族群的官夫寡妇 也不敢亲事欺负他们 何况对于世子民众 也不敢欺负 因此治国的诸侯 受到百姓的敬爱和拥戴 得受百姓的欢心 心悦臣服的服侍他 我们不管自家 还是带动一个公司 一个团队 还是一个道场 都是一样 这个道理用得上 祭祀先代诸侯之时 百姓就能赶来助祭 追思先代诸侯伟大的事迹 并且轻服先军的英明 这是诸侯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再来自家的恭亲大夫 见了天子诸侯 都这样的恭敬待人 也受到了感动 也恭敬对待 南仆女卑和他们的妻世 不敢有一点的过失 何况对自己的妻子 也不敢有一点过失 因为恭亲代夫 待人这么好 得到大家的欢心 心悦臣服 也愿意尽心来服事 愿意尽心服事 他们的父母 自清代夫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这个丧行下校 一道同风 所以天子诸侯清代夫们 果然能用这个校道来治理国家 就能得到国人的欢心 为人父母的 活得的时候 安然的侍奉他们 无忧无义的过活 到他们过世之后 也欢喜的享受他们的祭祀 没有愿由 人人皆能行校道 敢身体法夫受制父母 不敢毁伤 又能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身修佳齐国治天下平 如此 普天下和乐安平 感动上天 这一份的一种和谐的磁场 化解的这种灾恶 自然天灾不生 人祸也就没有了 诗经大雅篇所提的 你如果有这样大的觉悟的道德行为 有光明正大的德行 那么天下就会顺服你了 天下何顺 这就是天子用智德要道 以顺天下四方的民心 恩惠普及四海 万民皆敬福的一个道理 好 我们最后也唱这一首 圆节行作为今天课题的结束 天高低 以后父母恩 情恨如山高随身 白山肖鲜明心间 父母恩重难抱权 自悲喜 宣伤赌渡有缘 世明成当小胜仙 珍惜众生菩萨愿 大道不传话大前 观照自信不一遍 内省外望大埋怨 真自作千元决心 三朝顶万事大同 真自作千元决心 三朝顶万事大同 一报还一报 前因生后果 若要子被愁 还须赴慈孝 孝顺还生孝顺子 忤逆还生忤逆而 不幸淡看眼前水 点点滴滴不差矣 谢谢大家